根据国建署统计,从2008年开始,台湾过重及肥胖人口比率节节上升。 从2008年37.4%摊升到2016年的43%,蝉联亚洲最胖国。 其中,儿童与青少年,每四人就一人过胖。 而肥胖青少年成年后,更高达七到八成仍然肥胖。 我们要如何判断孩子是否符合健康体味呢? 肥胖其实是跟着不同的年纪、性别、种族。 它的定义区间是不一样的。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素质。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BMI,就是身体质量指数。 它算出来在那个年纪、在那个性别里面,只要是前面5%的。 这个我们就定义成肥胖。 如果以吃东西的部分,我大概会倾向一个简单的原则,就是健康餐盘的概念。 健康餐盘的主要四个成分就是蔬菜、水果、蛋白质跟淀粉。 这边蔬菜水果的量,简单的原则就是一餐就至少要摄取。 自己的拳头大小,这么多的青菜。 那水果,我觉得就随意。 但是水果过甜的话,也不适合太过度摄取。 除了蔬菜水果占一半以外,另外的四分之一,大概就是米饭类、淀粉类、五穀杂粮这一些。 那再来的话,蛋白质。 吃东西的习惯的话,我大概会建议第一个,细嚼慢咽。 当你每一口饭都咬到觉得有甜味再吞下去,你的身体就有足够的时间传送讯息回来到你的饥饿中处,就告诉你说,OK,你吃够了,不要再吃了。 这样的回路就会让你很容易做到吃七分饱、八分饱。 第二个,睡前三个小时不要吃东西。 就是因为睡前三个小时吃的东西绝对不会被用掉。 那不会被用掉就被存起来。 慢慢慢慢地,每天累积一点累积一点,就变成一个肥胖的状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